花蓮离山劳母总庙在举办完护国习灾抄建大法会之后 16号上午把三星大德所提供的普渡物资捐赠给吉安侠公所 希望透过物资捐赠平台把资源溢注到实际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当中 厦长优俗正为了感谢他们的三星壮举 也亲自到场颁发感谢壮 一代代的中原普渡物资整齐排放在广场前 不管是新鲜水果还是饮料罐头 各式各样的民生物资都应有尽有 这些是花蓮离山劳母总庙在办理完一连三天的护国习灾抄建大法会后 信众所留下来的爱心 其中总共有60份的物资及50包3公斤白米 这全都是要捐赠给吉安侠公所 希望能透过物资捐赠平台 将资源溢注到实际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当中 这里面油盐柴米还有糖油都有酱油那些都有 这些物资 因为这次的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很需要 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人很多 大家都很需要 所以我就想给他捐出去给大家有需要的人 我们这一批救助物资会善用在中低收入户 而且在整个发放的动线上面 我们会采时间分流 然后遵守防疫规范来作为一个布施跟光骇的工作 再一次谢谢我们这段时间有公庙陆续的在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普度的祈福祭祀活动 那也希望吉安乡公所会善用这个平台来做好家户的关怀 尤其是把我们的物资来作为一个分项分类 来提供给不同的家户的需求 不同成员的这样的期待 我相信这是吉安乡公所择五旁贷要努力的工作 乡长游淑贞除了感谢黎山老母华莲总庙 长期以来对吉安乡的关怀也特别指出吉安乡公所成立的人爱基金 长期以来都是溢注在及时关怀户及边缘户等迫切需求的个案上 如果乡亲朋友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也有请大家一同抛砖引玉 将关怀能量注入人爱基金 用来帮助社会特殊境遇家庭的每一个人 记者许丽琴吉安乡报导